这一位五岁的小男孩 他叫做吕隆安 他是马来西亚分会 慈激幼儿园的第一届学生 起初因为父亲往生 志工前往家里关怀 同时也安排他进入幼儿园来就读 但是他相当的活泼好动 常常被老师给气哭了 不过现在小男孩已经长大了 现在他18岁了 为了感谢老师还有志工的一路陪伴 现在他穿上了志工服 要参加培训 慈激幼儿园的孩子天真可爱 出动吕隆安的心 他就是在这个学校长大学习 负责导览的慈激志工 一眼就认出他来 吕隆安是我的第一批的幼稚园的孩子 让我想起了要自力地 去自动自发去做一些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时间回到吕隆安五岁的那一年 父亲往生 母亲要独立抚养他 和有智能障碍的姐姐 志工不单是为他们清扫环境 补助生活费用 也安排荣安上学去 但荣安的学习态度 一直让老师很无助 甚至是动怒 但从没放弃过他 反而是更认真地陪伴他 下课了我们就会教他 那就是要去洗身体冲凉 然后冲凉了我们就 老师们就会跟他一起用餐 吃饭了 然后吃饭的当下 也要他有礼仪 龙安也没让老师失望 跟着一起做慈祭 即使是在最叛逆的青春期 除了妈妈最听老师的话 因为妈妈 妈妈是一般应该是要听她的话 而是上班老师的话呢 所以她教导我们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知识的嘛 今年她18岁了 穿起了灰衣白裤 参加志工培训 参访各支业体 眼神坚定 脚步踏实 将要回报大家对她的爱 记者要回来做志工 待新闻黄慈景 蓝景飞马来西亚报道